我今天希望把剛剛這一道題好了 如果我今天不用COUNIF 也不用SUMIF 也不用AVERGE IF 我是希望請你把它改成用VBA 做出一樣的結果 並且把結果輸出到這邊的話 那我的VBA程式該怎麼寫 所以第一步請各位先把那個 這個工作表續著一有沒有 把它複製一個一模一樣的到旁邊 那複製的話很簡單 拖拉加Ctrl鍵 拖拉加Ctrl鍵就是複製的意思 Ctrl鍵按住 拖拉過來 這邊會多一個加號 移動這邊加 放開 再放開左鍵 這個時候就多了一個 一模一樣的 拖拉加一個Ctrl鍵 然後再把左鍵放開 它就複製了 OK 那把這一個工作表點兩下之後 上面的名稱可以變動 照VBA好了 那如果我今天的需求是 我希望寫一個程式 可以呢 取代Cornif跟Sumif 甚至是Averageif 所以呢 假設我希望寫三個程式啦 第一個程式就是 用VBA取代Cornif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你用那個 Sumif 第三個Averageif 當然啦 其實如果你不會寫程式 我剛剛講過 其實是可以用那個 ChargeVT 請ChargeVT 幫你寫啦 那其實我在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有放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二頁吧 第二頁這邊 然後其實我這個 這個底下就是我問了一下 那個ChargeVT 請你幫我寫一個VBA程式 然後找出A欄 是 產線開頭 其實應該的資料吧 不過沒加上看懂 然後加種C欄的薪資 我其實大概只有寫這樣 不過我發現ChargeVT 他還蠻聰明的 他真的就給我一個程式 那我把這個程式 把它貼到那個VBA裡面執行 還真的可以 所以我覺得真的蠻不錯的 而且我的問題 其實沒有寫的非常非常的 就是詳細 但是我發現他好像蠻可以理解的 所以其實以後你們 如果假設 你希望 就是說 用那個 就是有些程式不會寫 除了可以用錄製的之外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利用那個 所謂的ChargeVT AI的部分 你說老師那ChargeVT 應該都會用吧 有用過舉手一下 用過的 請放一下 大概好像不多 大概四分之一的同學 其實我再簡單講一下 其實你用ChargeVT 非常簡單 第一個就是你先 就是開一個 裡面你就打一個GPT 其實關鍵字就是GPT就可以了 他這邊又出現OpenAI 就這個連結 那目前最新的版本就是4 所以就這個 然後呢 第一步你要做什麼 就是你要登錄 這邊有Login 那Login的話就是登錄 那你用什麼登錄 我是建議啦 我自己比較習慣用Google帳號 所以你先登錄你的Google帳號之後 然後呢 再選取下方這邊有一個叫繼續Google就可以了 OK 當然啦 你如果媽媽說我Apple也可以啦 不過因為我現在已經登錄Google帳號 所以直接就選這一個 它就可以直接進到那個ChargeVT裡面了 然後呢 你接下來就是說你可以找到 它兩個啦 一個是API 一個是ChargeVT 那你就選這個 ChargeVT就聊天機器人 然後你就把那個問題 把它丟到那個 他說Getting Start 這邊底下 那你把它Login就可以 登錄就可以了 他說要開始就Login 一樣Login就可以了 奇怪為什麼進不去 這一次 我用這一個 我跟他講說哪一個帳號 然後呢 這個時候的話呢 當然你之前問過問題這邊都會出現 如果你假設要問他問題就在這邊 把問題給輸入上去 就OK了 那比如說像我剛剛那個問題好了 比如說 這邊我懶得再打那麼多 我就把這個問題給他 那你就把它Ctrl C 然後把它貼哪裡呢 就貼到這個ChargeVT這邊的底下這裡 你說老師它上面都英文的 那我打中文它會看不懂 沒有問題 它中文英文 甚至我想說日文韓文應該也都看得懂吧 ChargeVT現在太厲害了 那比如說我把它輸入上去 Enter一下 那你會發現 它這個時候就開始了 有沒有 就開始寫程式了 OK 欸 寫完了 而且還跟你講說 嗯 這個程式的話呢 它騙利 這個應該是對岸的吧 然後A欄 然後幫 意思是說它幫你從頭找到尾 然後最後的話 把總和輸出到E1的儲存格 OK 所以如果你要Run這個程式 它這邊還有個Copy Copy 你把它Copy 我們Run一下看一下 看看會不會成功 你要貼哪裡 就是也把它貼到這個 記得喔 如果你要拿這個程式的話 先Copy它對不對 那應該知道程式要放哪裡吧 我前面講過 第一個 你一定要開啟這個VideoBasic 第二步 記得喔 有沒有 我們寫程式一定要先插一個模組 如果沒有模組 一定要加個模 不然你不能亂貼啦 你不要看到白色的地方就貼 不是喔 一定要有個模組 然後把剛剛的程式貼上 然後這邊還給你一個中文名稱 計算產線部門薪資總和嘛 然後這邊 但是它最後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E1 E1 E1 我們E1不是 我們應該輸出到這裡好了 這個應該是E5 所以把這邊改一下 他E1 改成E5 就是它最後總和的結果 丟到這邊 還記得吧 剛剛我們那個總數多少 23884 變VBA 那把它貼過來之後 上面執行看看 得到的結果會不會是2388 如果是的話 那表示它這個可以OK 執行看看 我不確定 有沒有 23884 真的可以耶 有沒有 所以TrackGPT 其實我沒有跟他套火燒 我沒有跟他說 TrackGPT你今天跟我 我偷偷把程式給你一下 你今天跟我演一齣戲 沒有吧 這是現場我直接就是 把我的問題貼上 而且問的問題應該 我之前就問過了 不過我發現 TrackGPT好像會有學習功能 而且它會越來越聰明 這個是讓我覺得每次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 得到的答案 它給我的名稱是英文的 而且輸出的結果好像是 我看一下上次 這個是我之前它給我的答案 它是給我一個Message Box 有沒有 像這個是它給我一個英文名稱 不過我發現這一次的感覺 它好像又更聰明了一點 就是說它的名稱 Sub的名稱自動幫我改成中文 而且輸出的儲存格 也沒有用Message Box 而是用Range 它好像會自己會修正 這真的蠻厲害的 所以AI機器人我覺得 它有個蠻厲害的地方 就是每天每天都在進步 這實在蠻恐怖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如果假設 以後如果你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但是你不會寫那個程式的話 其實真的 這個聊天機器人真的可以幫上忙 那至於它到底寫什麼 其實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OK 不過我們先把它先做出來 它已經確定OK了 但是我們目前還有兩個問題 它的數量跟平均 有沒有 那它其實如果有這個 其實要改 其實蠻快可以改出來 所以你們可以玩玩看 我覺得這個應該可以試 所以剛剛我做的重點 我再跟各位講一下 一 我剛剛的問題 就是利用聊天機器人 有沒有 其實就是這一個 我的問題是這個 所以我剛剛是把這個問題複製一下 那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GPT 聊天機器人 的哪裡 就是 登錄之後有沒有 所以我剛剛是搜尋的名稱 就GPT 你就上面搜尋GPT 這樣一個字 Login的話我是用Google登錄 然後進來之後 它底下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 那個Message 這邊就是把問題填上去 然後在Enter之後的話 它就幫我輸出那個程式部分 那我剛剛其實只是把這個程式有沒有 把它Copy 然後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VT 然後Run一下 就有答案了 但是 就是 姑且不論說它這個程式到底寫的好不好 那至少它是已經有做出一些東西了 所以以後 假設說你不會寫的東西 不妨也可以插 如果 當時至少你會有一個參考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如果你假設 希望 就是 感受一下 那個聊天機器人 幫你寫程式的 這個部分 如果你以前 從來沒有用過 這個 這個GPT 幫你寫程式的話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是真的蠻值得推薦 用這個方式 幫你一些忙 好處就是說 以前可能你要 自己寫出程式 是真的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 有聊天機器人 好像這件事情 突然間相對是變簡單的一點 OK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還蠻值得推薦給各位的 但是 不是說百分之一百都可以 可是我覺得至少 大概十次有個八次 你就覺得 我覺得 到底已經不錯了 另外 有一點是說 那個TRAGPT 它還在進步 因為它現在最新的版本是 GPT4 可是它會進步變五 變六變七 它會越來越厲害 所以越來越厲害 越來越恐怖 哇 現在可能還聽不太 現在有一點點 不太懂 沒關係它會不斷修正 所以 以後 我覺得AI可能 這個影響力真的會 越來越大 OK 它會越來越厲害 那將來的發展 其實AI 現在可能只是萌芽初期 那未來可能它 會在很多地方 都會看到AI OK 甚至未來可能還有什麼 像這個TRAGPT是一個通用型的 未來是個別型的 也就是說 我以後 可能可以寫一個什麼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一個 我自己的一個AI 然後我可以把我歷來的一些 包含文字影片 我都把它讓它學習 學得跟我一樣 所以將來甚至 但是 也可以找聊天機能幫我上課 它雖然可以講的 跟我想要講的 其實可能 甚至會 很類似 OK 這個是可以想見的未來 好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就是TRA一下那個 利用那個什麼 聊天機器人 TRAGP幫我們寫VBA程式 那並且 試試看 它可能不限每一個人問他問題 他都會得到一樣的答案